接下來我們就先請第四組要先來登場 第四組可以說是在Cosplay比賽上面的一個常客 也算是很厲害的舞台型的一個表演的角色扮演者 他們叫做積壓戰隊 那積壓戰隊他們這次所選擇的一個作品 他們其實出很多作品 這次選擇的作品很有意思 2016年那個時候 日本的一個劇作家跑來台灣參加台北方法博覽會的活動 在活動的現場他發現了一個他從來沒有看過的一個表演媒材 這個表演媒材在我們台灣是非常非常的習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台灣的布袋戲 布袋戲在台灣其實發展至今 跟以前傳統的布袋戲的差異非常非常大 而當當徐元璇這位劇作家來台灣看到布袋戲了之後 他覺得這個東西好酷喔 這個東西真的太棒了 他說好 那我也要來做布袋戲 當然他沒有辦法磕磨 他也沒有辦法做衣服 他真的不會操 他就去找了霹靈布袋戲來做了一個合作 這個合作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2016年非常紅的這個布袋戲 Thunderborough Fantasy 東尼劍遊記 那東尼劍遊記呢這個時候呢 推出了之後 那跟台灣傳統電視布袋戲不一樣 是他找了日本的聲優來進行配音 所有的製作跟劇本寫作都是由萱萱萱來負責 那當然拍攝是由台灣來負責拍攝 那那個時候出來之後呢 在網路上掀起了很大的一個討論 喜歡布袋戲的朋友 原本就有在看的 也覺得這個東西很棒 這樣的嘗試很好 原本沒有在看布袋戲的朋友們呢 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嘗試的來看布袋戲 而到了今年呢 他們也即將要在年底再推出 他的一個劇場版 也是他的一個 呃 算是外傳的兩個故事 所結合在一起的這個故事喔 那大家呢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來支持 本土最優秀的配套戲 那當然 看看東尼劍遊記真的很好看 而且他長度不長才一季而已 所以很容易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把時間先交給第四組 擠壓戰隊 掌聲歡迎他們 有些在那裡 憑ters 衝動 親川 入圖 羅倫斯 下车指导人员 一飞驾 甚至五飞驶大使 公民变的妖狗里的信仰 一飞驾 好 神秘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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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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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